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为了确定最佳的退休场所 美国新闻分析了美国150个最大都市区的数据 以评估它们满足美国人退休需求和期望的程度 最高标准包括当地居民的幸福感、住房负担能力、 税率和医疗保健质量 佛罗里达州有7个城市入围前10名 主要原因是气候 其次佛罗里达州没有个人所得税的周税 房地产税也很低 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今天分享的城市的详细信息 我们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方便您查找相关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华美之声 并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排名第10位的是佛罗里达州墨尔本 墨尔本综合评分7.1分 住房负担能力评分6.8分 医疗保健评分6.1分 墨尔本是一个随和的都市区 有着独特的小镇魅力 居民会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个地区的海滩 也有许多户外休闲区提供远足的机会 维拉埃师地和阿奇卡尔 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 居民还喜欢在公共球场打高尔夫球 这里也有一些私人的球场 同时 墨尔本距离奥兰多的著名景点 迪斯尼乐园和菲利普斯博士表演艺术中心 仅仅90分钟车程 向北行驶一个小时 就可以到达肯尼迪航天中心 卡纳维拉尔港和梅里特岛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 在佛罗里达州因为没有州所得税 而营业税低于平均水平 墨尔本的房屋销售价格中位数低于全国中位数 但是 像天然气和食品杂货的必需品 往往高于平均水平 墨尔本位于佛罗里达州中部海岸附近 因此 为了保护企业和房屋 许多人购买了保险 以城堡 洪水和飓风等极端天气条件 第9名 佛罗里达州 迈阿密 综合评分 7.1分 房屋负担能力评分 5.5分 健康保健 6.4分 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 这里的居民经常享受许多与度假者相同的活动 包括在海滩上闲逛 体育迷们在都会区的体育场内欢呼 为专业的篮球 棒球队和橄榄球队加油助威 而活跃的居民则在打高尔夫球 深海钓鱼和潜水 日落时分 从迈阿密海滩 喧闹的酒吧 到小哈瓦那的舞蹈俱乐部 迈阿密居民在整个城镇享受着夜生活 迈阿密的生活成本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中最昂贵的投资就是住房 迈阿密居民全年都在温暖晴朗的天气中晒太阳 尽管偶尔的暴雨 洪水和飓风也让人担忧 8.北卡罗来纳州 阿什维尔 综合评分7.1分 房屋负担能力评分7.2分 健康保健评分6.3分 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 对于许多居民来说 居住在阿什维尔的主要吸引力 是这个地区进行户外活动的主要途径 市区距离大烟山国家公园仅有很短的车程 那里拥有观赏野生动植物和壮丽景色的机会 以及远足的机会 阿什维尔还提供前往阿巴拉奇亚布道的便捷通道 在冬季滑雪的机会比比结市 阿什维尔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界的故乡 市区内的许多小城镇也都有自己的当地艺术活动 阿什维尔也因其手工酿造液而闻名 在美国人均拥有最多的酿酒厂仅次于缅因州的波特兰 居民可以品尝100多种不同的当地啤酒 到秋天都会区分别在9月和10月举行音乐节和慕尼黑啤酒节 庆祝对啤酒的热爱 阿什维尔地区人口的增长导致住房成本的上升 超过了全国房屋中位价 阿什维尔居民的贫穷收入低于全国贫穷水平 阿什维尔的天气是温和的 在夏季几乎每天都有可能发生猛烈的雷暴 似乎无处不在 阿什维尔的冬季降雪量远远低于全国贫穷水平 因此气候温和 冲季和秋季总体而言 令人舒服 第七名 密西根州安阿博市 综合平分是7.2分 房屋承担能力平分5.9分 健康保健平分8.3分 在安阿博市 每年经历四个不同的季节 每个季节都提供自己的娱乐和休闲选择 在漫长的中西部冬季过后 由于需要大量的维生素D 居民们在春季奔拥而至 夏天到了 学年结束了 节日开始了 自1960年以来 每年夏季 在安阿博市中心举行的安阿博节艺术博览会被誉为原始的艺术博览会 吸引了多达50万人参加 安阿博市距离底特律市中心仅仅一小时车程 距离三个不同的大湖区也仅仅三小时车程 而距离芝加哥 多伦多 印第安纳伯利斯 哥隆布和克里夫兰则少于5个小时 到了9月 城镇内和周围的山丘散发出秋天的色彩 回返的大学生们在附近的果园里忙得不可开交 周末忙着采摘苹果 密西根州卖长的冬天也是室内爱好者探索安阿博市美食的好机会 在密西根州安阿博市房屋主要交纳财产税 因为密西根州收贞所得税 但是安阿博市的工人不需要交纳城市所得税 值得注意的是 密西根州的司机支付的汽车保险费率是全美最高的 所有忍受密西根州漫长的冬天的人都会得到几个月完美无瑕的夏天 除了暴风雪之外 该地区不受极端天气的影响 第六名 佛罗里达州奥卡拉 综合评分 7.3分 房屋承受能力评分 7.7分 健康保健评分 6.4分 奥卡拉有很多高尔福 网球和其他活动 但是它的自然景点是佛罗里达州最独特的景点之一 银泉州立公园多年来一直是私人景点 现在又回到了州政府的手中 喷泉是美国最大的喷泉之一 每天排放出数百万加龙的水晶般清澈的水 参观者在公园里可以乘坐著名的玻璃底船 看到栖息在水域的野生动物 这个地区拥有数英里的步行道 自行车道和马道 贯穿佛罗里达州的天然植物区域 绿道从墨西哥湾一直延伸到圣约翰斯河 曾经是计划中的博传运河 奥卡拉还有剧院和芭蕾舞团 并且拥有自己的交响乐团 奥卡拉的独立住宅的中位销售价格低于全国贫穷水平 房地产市场持续升温 房价稳步上涨 奥卡拉的营业税略低于州贫穷水平 财产税接近州贫穷水平 一年中 温暖的天气占主导地位 但一年中有几次降温到接近或略低于冰点 夏天是佛罗里达典型的潮湿 炎热 下午有雷震雨 春季和秋季迎来了许多节日 居民和游客在这里享受适度的温度 巨风季节通常这里很安静 该地区的中心位置意味着它可以抵御最恶劣的风暴 奥卡拉是佛罗里达州其他地区的主要疏散区之一 第五名 宾夕法尼亚·莱开斯特 综合评分7.4分 房屋承受能力评分6.5分 健康保健评分9.2分 莱开斯特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 都有艺术和音乐的第一个星期五吸引了很多人 天气晴朗时居民可以享受附近的远足玉米迷宫和迁移车 随着冬季的到来 许多居民会观看室内体育联赛 或者去附近的山区度假圣地 莱开斯特与其他主要都会区相比 房屋的价格低于全国房屋中位价 食品、保健、交通和其他生活费用 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 莱开斯特的天气取决于季节 因为每个季节都带来不同的条件 冲天有温带盛开的泉水 炎热、充满烧烤的夏天 绚烈多彩的秋天 以及寒冷多雪的冬天 第四名 佛罗里达州纳布勒斯 纳布勒斯综合评分7.4分 房屋承担能力评分5.4分 健康保健评分6分 纳布勒斯和马克岛是热带地区的有钱人和富人的游乐场 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退休人员和千夕一族的要求 该地区的海岸、死水和海湾 在划船者和垂吊者中也很受欢迎 该地区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和保护区 在这里有2.25英里的木板路 带游客穿过松木扁木、施草原、沼泽地 并进入北美最大的老柏树森林 在东部更远的地区 大百数国家保护区可以骑自行车、独木舟、提滑艇或步行探索 在纳布勒斯市区 居民可以在第五大街南边的餐馆和商店里漫步 然后在坎比尔公园停下来参加免费的爵士音乐会 从城市的地标码头可以欣赏到令人叹为观止的日落 该地区每年举办两次节日 大沼泽地市的海鲜节和纳布勒斯冬季葡萄酒节 佛罗里达纳布勒斯的生活费用是多少 就像在美国大部分地区一样 如果想住得更接近市区 尤其是在纳布勒斯和马可岛等富裕城市 就要支付更高的价格 靠近该地区的农村地区 生活成本就会下降 佛罗里达州没有州所得税 在纳布勒斯、马可岛和伊莫卡利 就像该州其他地方一样 居民可以利用所谓的房产豁免 如果某人拥有财产 并让财产成为他的永久居所 或他的抚养人的永久居所 那么这个财产所有者 可能有资格获得豁免 这将会减少财产的应税价值 纳布勒斯和马可岛在干燥、凉爽的冬季 吸引了渴望阳光的游客和迁徙族 但是随着夏季的临近 大多数季节性居民离开了这里 因为在较热的月份 也称为雨季 湿度会升高 每天发生阵雨 高翁会烘烤着人行道和方向盘 3. 佛罗里达州圣路西港 综合评分7.4分 房屋承担能力评分6.3分 健康保健评分6.2分 佛罗里达州圣路西港和附近的大西洋海岸 是探索户外 成为这个地区最受欢迎的娱乐活动之一 圣路西河上的塞沃尔角的码头 是全年垂吊的热点 位于圣路西河旁边的圣路西港植物园 是另外一个非常好的户外景点 定期为家庭安排活动 并未成人举办绝世之夜 圣路西港还举办许多年度节日 其中大部分在11月到2月之间天气凉爽的时候举办 慕尼黑啤酒节、登节和许多其他庆祝活动 在公共广场、乡村广场举行 人们聚集在一起 参加特殊活动的另一个地方是传统广场 每年都会举办小意大利美食节 纽约大都会队每年都会来成立 进行春季的训练 居民可以在4月到9月为本土的小联盟球队 圣路西大都会队加油打气 圣路西港也有一些价格实惠的球场 而且这里的天气 允许高尔夫球手全年玩 佛罗里达深路西港的生活费用是多少 新居民将注意到食品杂货和外出就餐的费用 比佛罗里达州中部和北部的其他地区略高一些 但是总体生活费用低于其他类似规模的都会区 如果您将住房成本与家庭收入中位数进行比较时 深路西港的价格比同类大小的都市区会低一些 比如2019年房屋费用 深路西港是22万1千美元 美国平均数是23万2千美元 深路西港的气候属于亚热带 这意味着当地人几乎可以全年穿凉鞋 从6月到11月的飓风季节 居民应该注意天气 大西洋上形成的风暴偶尔会出现 夏末只有极少数的高温天气 这些天的户外活动最安全的是在清晨或日落之后进行 佛罗里达州迈尔斯堡 综合评分7.4分 房屋承受能力6.5分 健康保健5.9分 在佛罗里达的迈尔斯堡可以做什么 在艺术、娱乐和景点方面 迈尔斯堡是墨西哥湾沿岸最活跃的都市区之一 这个地区的公园、无敌花园和海滩 吸引了喜欢户外活动的居民 划船和钓鱼比赛也充满了迈尔斯堡的日历 当地人喜欢在都会区的各种餐厅用餐 探索河区并参加一年一度的爱迪生登节 体育爱好者可以在冲季修炼营中观看波士洞 红袜队和迷尼苏达双城放球队 迈尔斯堡居民受益于没有州所得税 但是房价一直在稳步上升并有望继续攀升 迈尔斯堡居民的交通用处费用也比普通美国人高 但是在这里其他的日常支出比如食物、杂货等等通常会更便宜 迈尔斯堡是热带性气候 居民有时会遇到潮湿的环境 从6月到9月都会区降雨量比较大 当地人称其为液态日照 但是被超过9个月的晴天所抵消 佛罗里达州的萨拉索他 综合评分7.6分 住房负担能力6.2分 卫生保健6.4分 全年温暖的温度、屡获殊荣的海滩 以及繁荣的艺术和文化景观 使萨拉索塔成为退休人员和家庭的首选之地 这个佛罗里达州西南部的地区 距离坦帕大约1个小时 距离奥兰多2个小时 继续吸引着新的居民 那里有许多餐厅和购物的场所 萨拉索塔对于那些喜欢户外活动的人来说 是个好地方 萨拉索塔市中心有许多公园 高尔夫球场也比比结市 当然还有海滩 午睡海滩以及白色的沙滩和清澈的海水 赢得了赞誉 利都海滩位于深阿芒兹环道的南部 是另一条宽阔的海岸线交通便捷 同时城镇周围提供从新鲜海鲜到农场到餐桌的各种特色菜 佛罗里达萨拉索塔的生活费用是多少 与迈阿密等较大的佛罗里达州其他地区相比 萨拉索塔的房价相对便宜 尽管高温和潮湿是南佛罗里达州生活的一部分 但这并不能阻止许多人享受该地区的户外活动 比如打高尔夫球、划船和钓鱼 尽管如此 居民还是知道要把雨伞放在方便的地方 以防通常在4月到10月之间发生的猛烈暴雨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美国最佳的退休城市前10名 我们会把各个城市的详细信息放在视频的下方 方便您查找 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对您有帮助 请订阅转发这个频道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